大三班 有一起來 來查考 一個經卷就是 《以服所術》 也切合 我們所要談的主題 就是教會論 就是來談教會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稍微從 《以服所術》當中 窺探整個 教会应当要有的一个状态 以及我们身为主所拣选的 甚至可以说是忠心的仆人 我们仍然要从这过程当中 来了解来认识 那因为要在四十分钟之内 来讲完以弗所书六章 基本上非常困难 所以小弟会比较着重在前面的三章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以弗所书如果我们分两个部分 分两个部分可以分一到三章跟四到六章 那一到三章主要谈着重的是在谈真理 跟一些教义的一个信息 所以对于真理跟教义来讲 相对的在我们自己读的时候 会相对比较困难理解 所以我们就比较多时间来琢磨在这里一起来学习 那当然小弟也希望真的六章也都能够稍略略的来谈过 那至于以弗所书的这些背景啊 那些因为时间关系小弟就不谈 我们着重在这个经文当中 那也因为我们要比较快速的来 来了解这个经文 所以在教训上 在这个勉励上也会稍嫌薄弱一点 主要着重在我们要来认识这个经卷 至于教训以及勉励 我们都会放在早晚岛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好好地来学习 一起来好好地来领受 那我们可以看到课本的第一页 课本第一页 当然如果我们没有课本 我们就是看以弗所书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 那虽然不谈背景 但是有一个背景是一定要谈的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节 然后第一节 我更正第一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 我们大家一起用国语念一次 第一节请念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阿们 这个是以弗所书保罗写给 写信的对象 为什么要特别去谈到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要去 从后面的经文当中 要去学习的部分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 这一块就是 我们要知道 以弗所书写信的对象 竟然是什么 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表示 他在信仰上已经有一定的水准了 有一定的水准 但是为什么还要写信给他们 表示还可以再进步 还可以再进步 所以我们要抓住这样子一个重点 今天我们来到的教会 其实就像这里面所讲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有忠心了 可是我们来到教会 这样对神 就是已经有一个好的交代了吗 其实不然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 再更深入的去来探讨 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有忠心的 没有错 但是我们要更加认识神 并且更加明白 神要我们建立的教会是怎么样子的状况 这就是以福所书要我们去认识的地方 那一到三章主要谈到的 我们看课本是谈属灵的丰盛 属灵的丰盛 那这个丰盛 从哪里来 从哪里认识 就是要从这些教义 这些真理来去认识 因为 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不是世人所赐的 跟世人所想象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神的真道当中 真正去认识神 到底给我们的福气是什么 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 有些人他遇到病痛 他仍然能够感谢主 那是因为他真的认识神 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对神忠心 或许我们从小 父母亲就带我们来到教会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来接受这份信仰 可是你真知道神吗 你真知道神给你的福气是什么吗 你真的知道什么是属灵的事吗 这就是以福所书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一到三章 再来第四章之后主要就谈到 那既然我们已经领受这么丰盛的恩典 那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四章第一节 第四章第一节 所以第四章第一节就直接来谈 第四章第一节其实少了一个连接词 就是所以 如果我们把这个所以放进去 我们来读四章第一节 我们先讲所以 四章第一节请念 所以我为主被求的劝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第四章开始开始在谈什么 我们与蒙召的恩要相称 那个相称是什么 从行事为人上面 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谈的是我们蒙召 就是属灵上的丰盛 第四章到第六章谈到的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与蒙召的恩相称 所以为什么前面那个所以那么关键 我们讲完一件事情 所以那就是在讲前面的事 所以今天保罗已经介绍完属灵上的丰盛之后 就告诉我们 所以啊 我们这些蒙召的人 我们这些忠心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做 我们要怎么样在行事为人上 与蒙召的恩相称 这就是整个以福所书 很简要的一个架构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来去认识 从第一个部分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盛 属灵的丰盛 我们看第一章 第一章 第一章小弟定一个主题 叫做深入认识神 叫做深入的认识神 曾经有一个传道这么说 我们每次在悟性祷告的时候 总是 尤其是餐前的感谢祷告 总是都只谈属物质的东西 感谢神的赏赐 感谢神的带领 感谢神物质上的东西 但却没有很深入的去思考 有关于属灵的事情 所以前面保罗就先讲 你们有忠心没有错 但是还要注意啊 还要注意啊 我们有没有深入认识神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认识神 但是有没有深入认识神 所以第一章的后半段一直在谈什么 要真知道祂 这是保罗啊 为领受这封书信的人代求啊 求神怎么样 我们看这个十七节 一章十七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祂 我们 前面第一节已经讲了 他对谁讲 对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 但是仍然告诉他 我们要更深入的认识神 我们要求神的灵带领 求神的灵帮助 让我们更深入认识神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聚会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的灵恩会 这就是我们要更深入认识神 那我们怎么样深入认识神 透过第四 我们从这个第三节到第十四节这里 看见透过属灵的福气 属灵的福气 这是我们要去知道的 什么叫做属灵的福气 既然谈属灵的福气 那他就跟什么 物质没有关系了 他就跟物质没有关系 所以今天为什么信耶稣还会遭受患难 那是不是没有福气 不是 诗篇那里也有谈 我还没有经历患难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的道路在哪里 所以有些时候 患难是要给我们更认识神的机会 所以患难对我们来讲是什么 是福气 神给我们的福气 神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保罗就是要 从这个过程当中 来让他们来更深入的认识 透过属灵的福气 哪些福气 蒙 就是赐福蒙受恩典的福气 我们看第四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 预定我们 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 使祂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 这恩典是祂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阿们 这个恩典是什么 其实就是拣选的恩典 拣选的恩典 就是今天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为什么只有我们坐在这里 全台湾大三的学生 深大三的学生 这么多 为什么只有我们在这里 因为是神的拣选 全世界这么几亿个人口 就只有这么一点真教会的人 这是什么 神的恩典 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感觉到 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就是福气 有些人说又要受管束 又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就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所以我们要知道 第一个属灵的福气是什么 拣选的恩典 拣选的恩典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福气 我们被拣选了 被拣选了 而且拣选要做什么 拣选是当儿女的 不是拣选来当奴隶的 不是耶 所以第五节第六节 神拣选我们做什么 他的儿女 这是多大的福气 这是多大的福气 我们所向往的那个明星 我们所向往的那个很高贵的人士 今天他跟我讲说 你做我的儿女 这是多大的福气 更何况 是那个创造与众光物的神 今天拣选了你们 拣选了我 说我要做你们的父 而且是什么时候拣选的 在创造世界之前 就已经先预定了 你们这些人是我要拣选的儿子 儿女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 跟大家的问候是什么 主所爱的弟兄姐妹啊 我们都是主所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属灵的福气 属灵的福气 再来第二个 我们被拣选之后 还有什么样的福气 就是第七节到十二节 第七节到十二节 就是有这个盼望的福气 有这个盼望的福气 因为能够怎么样 得蒙救赎 第七节我们借爱子的写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今天为什么不认识神的人 他们是在黑暗当中 因为他们没有盼望 他们死就死了 而且要下地狱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是光明的 我们是有盼望 活泼盼望 因为我们的罪被设了 我们的罪被设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属灵上的福气 本来我们是个罪人 但是神的怜悯赦免我们 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 而且赎掉我们这个罪 在将来的审判当中 有机会可以得胜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来为主而活 这就是属灵的福气 再来十三节十四节 十三节你们既听到 听见真理的道就是 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祭 为应祭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能到神之名被属 使他的荣耀得着 从这里告诉我们 属灵的福气是什么 我们成为了一个得到基业的人 那今天我们就好像 神将圣灵赏赐 就好像假设我们今天去买房子 我们拥有一个房子 他会拿一个房产证明给我们 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 所以当我们跪下来祷告 圣灵带领我们舌头跳动 身体震动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受到你是有福气的人 当你有圣灵的时候表示什么 这是神给你的凭据 将来啊天国有你的一份啊 当你领受圣灵的时候 罗马书那里说啊 你就会呼叫阿爸父啦 你就知道 天上的神是我的父亲啊 所以我们 这就是神赏赐给我们的福气 有美好的恩典 有美好的盼望 也有确实的根据 所以这能够让我们 真正的去体验到 这是神给我们属灵的福气 再来 属灵上的真之道 真之道 后面有谈到 15节到 23节 这里就谈到真之道 我们看到第15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我就为你们不助的感谢神 祷告的收藏 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赐人智慧 启示的灵赏赐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这里保罗为他们祷告 要真知道神 那怎么样真知道神 我们看18节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兆 有何等的指望 前面这是属灵的福气没有错 可是我们虽然常常听到 天国是信耶稣的人 我们可以进天国 可是你的心真的承认这件事情吗 你的心真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吗 你的感动是因为环境渲染的 还是从神那里来的感动 从环境渲染的就像是我们在看剧 看电影 我们会哭啊 很感动 但是 说实在 他们分手了 他们离婚了 他们出车祸了 他死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只是受到环境感受 好感动 可是今天啊 保罗要我们怎么样 真正的从心里面打开 真正神的道理 神的灵 真正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真实 这个真的是我的耶 这个天国是要给我的耶 我将来要回天家耶 神真的是我的父亲耶 今天我们在信仰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还是这份信仰都只是用学来的 学来的 或者是父母亲的 或者是同伴的 所以保罗才会求 虽然我们忠心 我们该做的事情都做了 但是内心不一定真的体认到神 所以要求神怎么样 求神开启我们的 让我们明白真道 之后才能够力行主道 那所以 我们要从内心当中 真正知道神的指望 才能够真知道神的一个恩典 让我们能够造明我们心眼 那我们要明白的事情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神的恩招 就是十八节这里讲的神的恩招 到底神拣选有什么意义 到底神拣选是要做什么 这个我们清楚明白吗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明白 但是我们都常常忘记了 忘记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 忘记我们这个儿女的身份 忘记我们这个要准备 承受神产业的这样子一个身份 所以我们要常常想起来 这是神恩招给我们的指望 要进天国 要永远与神同住 再来要知道什么 要明白神的基业 我们看后面 在圣徒中得基业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这个基业是什么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大卫就说 神是我的产业 神是我的产业 那神是你的产业吗 什么叫神是我的产业 就是我所拥有的 所以我生命 以这个为活者的一个重要的动力 我们生命有没有 以神为活者重要的动力 如果没有 这表示我们还要向神求 虽然我们忠心 但是我们不够真正明白 成为神名下 是何等荣耀的 再来 我们要 我们要真知道什么 我们要真知道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 所以二十节这里说到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 他从十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今世 连来世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身体那充满万有者的 所以神的大能是什么 基督复活升天 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 真的耶 神真的是那一位 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神 再来 神的大能是什么 万有都要归顺耶稣基督 全部万有都要归顺耶稣基督 再来 神要让教会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的元首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有时候忘记了 忘记神才是那个元首 忘记神才是那个元首 所以即便你可能服事了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 一样神是那个元首 你或许是很资深的长辈 但是你不是元首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 慢慢的就忘记了 原来要顺服神 天地万物所有掌权的 都要顺服耶稣的 那更何况我们呢 这就是保博要我们去真知道神的地方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 第二章 所以第一章 要告诉我们透过属灵的福气 让我们真知道神 再来第二章 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关系 我们在基督里的一个新的关系 谈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属灵的新生命 属灵的新生命 第二个是属灵的新身份 一个是生命 一个是身份 那属灵的新生命就是 第一节到第十节 这里告诉了我们属灵的新生命 过去我们的灵命是怎么样 我们看第一节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什么叫做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看第二节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 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所以那空中掌权者是谁 不是指耶稣 不是指神 指的是 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那个邪灵 就是魔鬼 就是撒旦 所以什么叫做活在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就是 你死了表示你没有办法逃脱了 没有办法逃脱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就是行事为人 第一个 顺从今世的风俗 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一直在顺应潮流 这是指我们去行事的地方 如果整个明星在做什么 或者是媒体在做什么 你就在那里跟风 那你要小心 你不小心就怎么样 顺服那空中的掌权者 谁啊 就是那个在悖逆之子里面的那个什么 邪灵 所以今天那个是属灵的征战 我们活着我们就在开始在做征战 所以后面才需要什么 全副军装 要装备好你才能够胜过 所以当我们陷进去这个世界 你离不开这个世界 离不开手机的时候 表示什么 已经陷进去了 你怎么样 活在过犯罪恶之中 你没有愿划手机 假设你今天划手机划了三个小时 你觉得你是满足的举手 觉得大部分是什么 充满着罪恶感 哎呀 浪费了三个小时 你明知道那是浪费时间 但是我们还是做 顺服啊 顺服私欲 顺服情欲 这是我们过去的生命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那第四节 然而神既有丰富怜悯 因祂的爱 因祂爱我们的大爱 我们才能够怎么样 从第五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时候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 所以现在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生命 是活过来的生命 那是我们自己活过来的吗 不是 是因着什么 神的怜悯 还有神的爱 我们才有机会 神的大爱 基本上就是神的救赎 就是神才爱子赐下 救赎我们 所以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才能够重新活过来 那这里有什么叫做 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现今我们的生活 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层次 我们看第一个层次 第一个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就是第一节 第二个层次 我们看第五节 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这个活过来不是复活 不是说 怎么讲 等一下再跟后面的再做比较 这个活过来是醒了 苏醒了 我醒了 的那种感觉 是睡觉你睡醒了 可是你有开始在动作吗 就像是植物人 他醒着 可是对我们来讲怎么样 他如同死了一样 因为他什么都不能动 好 因应为神能带我们怎么样 醒来了 第六节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才是真正活着 才是真正活着 有活泼生命的人 所以我们就能够披戴基督活着 披戴基督才是真正活着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的灵修 我们今天的 在教会当中的服事 各样的 其实都在做一件事情 叫学神 学习像神 像神一样活着 像神一样活着 所以当有人去 在服事上 稍微拒绝 或者是跟神说请假的时候 那这个主耶稣就说 任凭死人去埋葬死人吧 因为虽然我们一样能够走 但是如同行尸走都一样 因为你没有靠着神真正活着 因为你的生命没有披戴基督活着 再来 第四个阶段 我们看到 一同复活之后 一同坐在天上 这叫做什么 安息啊 安息啊 过着属天的生活 这应该是我们新的生命 要有的状态 所以今天我们安息 到底有没有安息 你受到安息了吗 这值得我们去 省思 所以啊 我们 能够靠着耶稣基督 能够真的活着 但是我们要知道 是我们厉害吗 第五节最后面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是本乎恩 那再来呢 怎么样真正活着 要因着信 要因着信 我们本乎恩 进入了这个 开始走这个天国路 可是你要走啊 你要走啊 怎么走 因着信 所以第八节 你们得救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所以这是神所赐的 我们要因着信去接受 去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 那今天神要让我们 蒙恩的意义在哪里 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蒙恩的人 意义在哪里 第七节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慈爱恩慈 然后显给后来的世代看 第十节 我们原生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所行的 所以其实就要行善 简单来讲就是 宣扬神的美德 穿扬神的福音 所以今天 我们真正活着 如果你不去传福音 那其实不算真正的活着 因为今天神让你苏醒 就像以西结书那里所看见的 枯骨复苏目的是什么 成为基督的精兵 可是今天我们已经 我们醒来了 但是你却不传福音 却仍然过这个属地的生活 那你不是真正活着 你也不可能得享安息 不可能与主同坐在天上 这是我们要去醒慈的 所以虽然因为神的关系 因为认识 初浅的认识神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了 展现出我们对神的忠信 可是我们仍然要进步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愿意传福音 不敢去传福音 表示什么 你的灵命还没有真正的醒来 还不算真正的活着 因为主耶稣 复活我们目的 第十节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神要我们去完成 祂想要我们去完成的事 你不去完成表示 你还没有真正被神复活 你还不愿意 让神 让你的灵命 能够真正苏醒起来 所以我们真的要 开始有那种传福音的一个使命 再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生命 要行善的一个新生命 批带基督的一个新生命 再来第二个新的身份 就是十一节到最后面 新的身份 十一节到第十九节 从前我们是怎么样 第十一节 因为时间关系直接 着重点来念 我们按肉体是外邦人 是被称没有受割礼的人 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是外邦人 没有受割礼 不是神的选民 所以这份救恩 八竿子打不着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领受这个救恩 并且怎么样 与基督无关 十二节 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 我们跟基督没有关系 基督是什么 救赎 我们跟这个救赎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得救 所以我们是什么 没有指望的人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活着是空虚的 是虚空的 基督偷所罗门所看见的 再来 从前是怎么样 十三节 你们从前远离神 是远离神的 再来十二节最后面 没有神 过去的我们是没有神 也远离神的 但是 因为神 我们看十三节的后半段 如今却在耶稣基督里 靠着他的血 已经得清净了 转变在哪里 成为一个新身份的转变在哪里 靠着基督耶稣的血 现在变成什么 成为选民了 成为选民了 我们看到这个 十四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这中间隔断的墙 是摩西的律法 这中间隔断的墙就是什么 就是外邦人 与以色列人的关系 今天这墙拆毁了 就没有所谓的 以色列人跟外邦人 就只有什么 属神的人 跟死人而已 所以今天所有人都有机会 成为神的选民 这是神 借着他的保险 拆掉了这个墙 所以 这是 现在我们世人都能够有机会成为选民 只要我们能够愿意来相信神 来 来遵行神的道理 再来十六节 过去我们是 与基督无关 但是怎么样 我们跟基督有关系了 基在十字架上面的元首 借着这十字架便 使两下和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了 过去我们跟基督没有关系 关系破裂了 但是今天借着十字架 与神和好 再来 十七节到十九节 我们成为什么 成为神家里的人 我们不再是远离神 没有神的人 而是怎么样 亲近神 而且是成为神家里的人 十九节 只要你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新的身份 神家里的人 那 后面保罗就补充了 神的家是什么 神不是神的家 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也就是教会 根基是什么 根基就是二十节 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他是根基 就是使徒的教训 从耶稣来的使徒的教训 从灵所带来的先知的教导 所以就是我们这本圣经 再来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角石 主耶稣为防角石 什么是防角石 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工程了 没有这种工法了 以前会用一个最坚固的防角石 当做一个角 然后从那里当做一个基准来出发 所以今天作为防角石的概念是什么 以基督耶稣为基准 以基督耶稣为标准 所以教会是以基督耶稣为标准的 不是以哪一个长子传到父子的人 不是以哪一个弟兄姐妹 是以基督耶稣为标准 这是神的家 再来21节 各方靠他联络的和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所以所有的部件 这个梁 这个墙 怎么连结 全部都是主 都是耶稣 都是神 所以这个教会的连结 一定要有神才能够有所连结 这就是神的家 这就是圣灵居住的地方 再来第三章 神的启示 神启示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基督的奥秘 第二件事情就是神的爱 第一件事情叫基督的奥秘 第二件事情叫神的爱 基督奥秘是什么 第一节到第13节 我们要怎么去领受基督的奥秘 要第一节到第5节 我们自己来看 从使徒的教训搭配圣灵的启示 并且要在基督里才能够来领受 所以当他们看到保罗的书信 就知道他是有基督 他是知道奥秘的人 为什么 因为 所以我们今天要领受基督的奥秘 要从使徒的教训跟 搭配圣灵的启示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 才能够去领受这个奥秘 那这个奥秘是什么 福音领到外邦 福音领到外邦 也就是前面所谈到的 能够两下合一啊 人与人之间和好了 神跟人之间和好了 那能够怎么样 不单只是和好 第6节 这奥秘就是在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接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就是这件事 我们可以怎么样 同为后世 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不再只有以色列百姓 而是什么 全世界的人 世人都有机会 来成为神的选命 再来 传递的方式 那这个奥秘怎么传 两件事情 第一个透过福音的执事 这里所指的就是保罗 我是福音的执事 那我们也是福音的执事 领受圣灵的人 都是福音的执事 再来 透过教会 透过教会 第10节 为要借着教会 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 生百般的智慧 所以怎么传递 透过福音的执事跟教会 那神早就定好了 这件这个事情 计划早就定好了 早就定好 再来 第2个 从保罗的祷告当中 也来去学习 去领受基督的爱 领受的方式是什么 求神 我们看14节 我们直接看16节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先看到这边 求神给我们 求神给我们力量 刚强起来 刚强起来做什么 相信神 信靠神 遵行天父旨义 那基督就会看到我们的信 怎么样 就会内住在我们心里 当神内住在我们心里 我们自然而然能够认识 神是爱 那自然而然这个爱心 就会有根有基 这个根基是什么 就是神的真道 就是神 所以今天那个爱 不是学习谁的爱 我们看这世界上整个媒体 常常在分享 我的爱是什么 他的爱是什么 你的看法是什么 他的看法是什么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婚姻 尤其是现在的 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 到底哪样是真正的爱 男跟男就没有真爱吗 这就是没有根基 所以当门徒在问的时候 问这个婚姻的问题 绝书怎么回答 回到最初 创世纪怎么写的 神当初怎么设立的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然后神带领 要在神面前 这不就是当初所立的吗 但现在潮流的原因 因为我们没有信心 遵行神的旨意 所以怎么样 圣灵越来越薄弱了 那你还会知道爱心吗 所以为什么今天会嫁娶外邦 会叫外邦的男女朋友 想想看 你跟神是不是越来越远了 因为什么 你没有信心遵行天父旨意 那神的灵怎么内住在你的心里 那你有什么力量 能够像约瑟一样 逃脱这个大恶 这就是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 怎么样去认识基督的这个爱 你真的要求神给我们力量 遵行天父旨意 让神内住在我们心里面 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爱心是有根基的 而不是把这个根基建筑在人的身上 好 再来到第四章 第四章就是 我们在基督里的行为 属灵的行为 那要谈属灵的行为 那一开始就是要先谈教会 要先谈教会 教会是怎么样呢 第一节 四章第一节到十六节 一开始先谈一件事情 叫做合一 叫做合一 所以我们看到教会 第一节四章一节 与蒙召的恩相称 这个相称 要怎么相称 神蒙召我们 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 第三节后半段 零所赐合而为一的行 所以神召我们 要我们做到一件事情 叫做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 那怎么样合而为一 我们对我们自己 要先学习谦卑 温柔 学习谦卑温柔 怎么样谦卑 什么叫做谦虚 谦虚是知道自己无能 自己在神面前是 是没有用的 是渺小的 我们自然而然会谦虚 那你当你谦虚 你知道自己是渺小 我都是因靠着 那加给我力量的 我才能够服事 我才能够生活的 像保罗这样 那就是谦虚 再来 你就能够有温柔的心 因为 为什么会不温柔 是因为 我想要彰显我自己 你才会很凶 当人家 人家诬陷你 或者是踩到你的地雷了 为什么会有你的地雷 那就是你自己的嘛 所以当你 知道自己是渺小 知道是完全靠神的 那自然而然 你就会是温柔的人 因为 因为你知道 完全都是 我们都可以完全的去依靠神 所以温柔他不是懦弱 而是真正的刚强 因为他知道怎么去依靠神 所以 所以为什么 摩西他会去 去杀那个埃及的 这就是他对他自己 有很多的自我 对那个种族有很多的自我 但是当他知道 他一无所有 只有神的时候 他就成为那极其谦和的人 极其谦和的人 所以这次只能我们去思考 当我们愿意承认 愿意臣服在神面前 我们就有谦卑跟温柔 进一步就能够怎么样 忍耐 才能够忍耐 并且用什么 用爱心互相宽容 那这爱心从哪里来 从神而来 所以 属灵的合一怎么合一啊 就是第一节到 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部分 透过 透过我们的谦虚温柔 用忍耐 达到彼此宽容 借着神所赐的恩典 神的爱 让我们能够和平的彼此来联络 那这样子 就会有合一的 能够慢慢的来合一 因为每一个人不一样 如果没有这样子 会互相的碰撞 再来 合一的基础在哪里 合一的基础 就是这里面 第四节到 第六节这里七个一 一神一主一灵一喜 一心一喜一望一神一体 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 神就是一啊 圣灵所赐的心也是一啊 所以也是说明 我们教会组成的基本的素质 基本的基础就是要合一啊 要合一 所以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那合一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十一节到十六节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十三节前半段 再来怎么样 要十三节半段 要长大成人 再来怎么样 连于元首基督啊 那才能够真正建立一个真实的一个教会 那再来十七节到六章的 第九节 主要谈就是我们蒙召之人的一个新生活 那十七节到二十四节 谈的是新人的一个样式 我们不再活在黑暗当中 而是有基督这个榜样 我们可以去学习 再来新人的一个行为 基本上新人的行为就是 我们看三十节 你成为一个新人啊 你就不应该有这件事 这叫什么 不要叫神的灵担忧啊 你成为新人了 不要再让神的灵担忧 这是基本的原则 在五章的第一节到十四节 就是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 蒙召的人是成为神的儿女 蒙神的慈爱 神的慈爱是什么 基督为我们舍己 那我们怎么样 当为基督而活 再来要结出光明的果子 怎么去结光明的果子 第一个查验神的旨意 当你看知道神的旨意是这个了 再来怎么样 行神所喜悦的事 再来第三部 谨慎行事 这就是六节到二十一节 十五节到二十一节 告诉我们的 再来到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就是从夫妻去谈基督与教会 应该说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去谈夫妻 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去谈夫妻 不是尊卑的问题 不是大小的问题 是舍己的问题 你愿不愿意舍己 你愿不愿意顺服 所以不是男尊女卑 是在谈要不要舍己 愿不愿意舍己 愿不愿意顺服 再来第六章一到四节 谈到的是父母跟儿女 那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怎么样 要建立在神的真道上 再来第五节到第九节 仆人跟主人的关系 仆人跟主人的关系 就是不要因为 前面第五节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经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要战经 不要觉得我是神的儿女 我干嘛贴你的 不是 你在肉身是 有哪一个主人 你就应该要去顺服 当然要在合乎真理之下 再来第三个部分 就是蒙召之人的征战 蒙召之人征战 就是第十节到二十节这里 这些征战 所以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 就是我们会有征战的 所以要怎么样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因为什么 魔鬼有一大堆的轨迹 来攻击我们 来阻挡我们 那重点 这个全副军装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神的道 圣灵的宝剑是什么 神的道 好 再来 要怎么样 后面就是要随时多方的祷告 穿福音 求神有口才 求神开启他的心 求神能够帮助 穿上全副的军装 可能背不起来 当然如果可以背就背得起来 那如果背不起来 两件事情 神的道 跟多多的多方的祷告 这就能够成为我们有力的军装 能够像但依里一样 在三个朝代当中 都能够 都能够蒙神 何神心意 也蒙人所喜悦 所以这是我们 值得我们去学习 那最后 他就是要写给我们要祝福的一些话 以上就是 一幅所书的 很粗浅的一个 导论 那后续 那后续 我们如果有机会 想再更深入了解 欢迎在下课的时间 读见的时间 都能够 来找传道神学生 辅导大哥姐 彼此来 沟通 彼此来讨论 来认识 更深入认识神 也能够好好的 在早晚到之前 先把那个经卷 那个章姐先读 那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够得到很多的造就 更能够在这个末世当中 我来发出光 我们一起唱赞美诗